第四百二十五章 危急 叶西文绝技没有想到 竟然能在这里看到一早就来到了真武学府齐飞凡 自从他来到真武学府之后 也曾经打听过 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齐飞凡的下落 毕竟当时上百万人前往真武学府 要找一个人并不容易 而且之后他又遇到了诸多事情 倒是没时间细细去找过那些一元宗的师兄弟 更没有想到再见到他的时候 竟然已经修炼到了半圣巅峰 根基之魂后 更在旁扬波之上 这段时间他到底是有什么奇遇 不过叶末倒是不怎么惊讶 齐飞凡原先就已经是半步传奇之中极为高深的强者 能在一元宗那种小地方修炼到这种程度 齐天资自然不必说 这几年叶西文在突飞猛进 不过他也没有闲着 不过叶西文也只能等此事 避了再询问齐飞凡 不过这四人并非是唯一的到来者 明心古术太吸引人了 得到一株明心古术 绝对能从诸多同辈之中脱颖而出 谁不想要 在齐飞凡之后 又陆陆续续来了上百个高手 全部都是半圣后期 拥有七八百道法则缠身的强横年轻俊杰 几乎都是只差临门一脚就能跨入圣境的存在 只是他们身上法则多少不同 大小不同 直接决定了他们跨入圣境之后的强弱程度 叶西文有些焦急 这些高手一旦大打出手 可能连整个山洞都要崩碎了 到时候他可就无处藏身了 众人纷纷相互看了看 这么多人 只能以战分胜负了 这株明心古树是我的了 猛然间宇文红皱动了 大步踏出 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那一株明心古树抓去 做梦 是我的 休想 宇文红皱这么一动 顿时让所有年轻强者纷纷怒吼着 朝着他死命攻了过来 各种各样的攻击席卷而来 随先宇文红皱原来是早有准备 瞬间闪过了这些攻击 继续朝着明心古树抓去 眼见着宇文红皱要抢占先手了 读人都不甘示弱 绝对不能让宇文红皱抢占先手 风灵印诀 风公子随手掐了一个印诀顿时无尽的灵器 瞬间被吸收 凝聚起了一个滔天大印 朝着宇文红皱砸去 轰隆隆 整个大地崩裂开来 宇文红皱一个闪身 躲开了这一击 但是整个大地被轰出了一个巨大坑洞 这是我的东西 你们谁也别抢 旁扬波霸气无双 眉毛一扬 顿时上前喝道 直接划出一只风雷大手 朝着明心古树抓去 这种情况 没有人会放手 也没有人想放手 香 这时候天空中传来一声金属的翠声 一柄金黄色的长剑 在这一瞬间变得犹如山脉一般 生生砸落了下去 轰隆隆 整个地面完全炸裂开来了 是齐飞凡在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 说什么都没有用 唯一能屏障的就是自己的实力 只有有足够的实力 才能够压服所有人 想到东西 但是在这么上百位的高手乱战的情况下 有几人敢随便乱冲 几个没眼色的家伙 冲得最前面 结果被无数人攻击 身体直接炸成粉末 也只有齐飞凡 四人实力明显高出众人一筹 才敢在这个时候出手 滚开 这株明心古树是长生天字于我们的 语文红皱怒吼连连 脸色都变得异常的难看 本来他是第一个到来的 完全可以抓走明心古树之后 就可以撤走 到时候 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结果雀眼变成了这种大混战的场面 要说心里憋屈他 才是最为憋屈的那一个 咻 一声响亮的破空声 语文红皱的那一杆钢叉 自己动了起来 飞回到了语文红皱的手上 兵器在手 语文红皱的战力更是平添了几分 一百多号人更是站坐一团 是要想接近明心古树 都会遭到其他人的联手攻击 而在这个时候 没有了刚插制约的明心古树 拔腿就跑 叶西文一看 顿时头皮发麻 因为明心古树跑的方向 竟然是他这个煽动的方向 这样下去 他非得完全暴露了不可 哼 想走 这个时候 一声冷哼 一只风雷大手瞬间朝着明心古树按了下来 明心古树速度奇快 竟然躲过了这一只风雷大手的突击 不过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上百位高手的联手突击 他们这次所来 本身就是为了明心古树 自然不可能让明心古树给逃走了 不然的话 他们所来为何 轰隆隆 叶西文所在山洞的小山在这一轮突击之中 竟然完全被炸飞 化成粉末 烟尘散去 一道盘坐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中 是你 有两人一口同声的喊道 正是庞阳波和风公子 这两个之前和叶西文结下死仇的人 其中庞阳波被叶西文教训了一顿 颜面大师 而风公子更是被叶西文追杀的跟条死狗一样 如果没有传送卷轴 这个时候 恐怕早已经是失冷久矣 这个时候看到叶西文 那正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纷纷对着叶西文怒目而视 叶十弟 齐飞凡也看到了那一个盘坐的身影 大为意外 竟然会是叶西文 刚才叶西文惊诧于齐飞凡的实力进步之快 他又何尝不是 他算是进步够快的了 但是和叶西文一比 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他早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是半步传奇境界极为高深的强者 而那时候叶西文根本就连传奇都不是 和他相差何止是天差地别 但是这才多少时间 竟然被他完全赶上了 这样的速度比他要快得多了 和叶西文相比 他的速度倒也没什么了 却见那一株明心古树竟然跑到了叶西文的身后 扎根下来了 张开浑身的枝叶将叶西文笼罩入其中 一副任叶西文为主的菜式 叶西文顿时感觉到心中一阵空明 眼前万千繁华 万千争端 都是浮云 直指本心 一时间竟然有种念头大尽的感觉 原本苦苦思索如何突破到一千道法则 现在竟然有了眉目 这明心古树之神奇 果然名不虚传 但是现在这明心古树 突然莫名其妙地摆出一副认主的态势 顿时让他成了众矢之地 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原本只是风公子和庞阳波恨他入骨 但是现在那可是一百多号人 全部都是七百到法则以上的半圣中的顶尖人物 一个两个不怕 但是这么多人 如果是平时叶西文也不怕 抢了就抢了 他们又不能拿自己如何 但是偏偏现在他在冲关 根本就走不开 这个时候对他来说 就是霍氏临门 远处 无数高手的气势 齐齐朝着叶西文碾压了过来 犹如是汪洋大海一般 瞬间轻覆席卷而来 这里的每一个高手都是精英 何况是如此众多的高手 一骑施压 诸位 所谓宝物有灵 有能者居之 既然明心古术已经认主 都散了吧 这个时候 齐飞凡站了出来笑笑说道 却握紧了手上的长剑 若是其他人 他也就动手抢夺了 但是现在叶西文在这儿 他就不能不管 叶西文全力冲关 但是还是注意到了齐飞凡的行动 知道他是在以实际行动为自己护法 只差一点了 只差一点了 等到自己出关 那这些人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说得倒是好听 三言两语 就想打发 我等走吗 今天这明心古术 我还就要定了 谁敢挡我 我就杀谁 这时候宇文红咒冷冷的说道 他是第一个找到明心古术的 心里早就认准了 应该是自己的东西 喜龙其他人然指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竟然敢抢我的东西 封公子满脸猙獰的看着叶西文 算上上一次 这可就有两次被他抢走了自己是在必得的东西 上次更被叶西文追杀的跟条死狗一样 此仇不共戴天 焉能不报 而庞阳波也是恨极了叶西文 这次非要杀死叶西文不可 叶西文以不可匹敌之事击溃了他 虽然没杀他 但是在他心中却留下了破绽 留下了死结 只要叶西文一天不死 他这个心结就解不开心境 就不可能完美 以后修为都要受到阻碍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铲除掉叶西文 也少了一个未来的大敌 他人虽小 但是却是一个心狠手辣之极的人物 而其他人千辛万苦的寻来 也不想半途而废 眼睁睁的看着明心股树就在眼前 却得不到 这东西没有人不想要 传说 有人曾经在一株明心股树下修炼 只修炼了不到十天 就超越了大圣境 成为震骨射金的可怕高手 虽然这一株明心股树不过是一小只枝芽长成的 离完全长成还要不知道十万年还是几十万年 但是依然是一尊无价之宝 更不可能就此放手 小子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 竟然在这个时候被明心股树认竹 宇文红咒率先发难 一杆钢叉瞬间出手